缺乏深度的行业知识 这是目前最大的机会 也是最大的软肋 这个行业能做好 这行业一定有很多深刻的know how 这些行业的知识 未必会掌握在GPT的手里 也未必会在公网上就能抓得到 决例的 中国有一千万修车工 很多修车工 刚加入修车行业 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老板也没培训 他让老师傅带 老师傅很多时候 那个拿手绝技 也不愿意传授给你 他们就想说 用大模型 我积累了足够多的修车案例 足够多的修车的手册 足够多的车的图子 这样建一个垂直的大模型出来之后 每个修车工 根本不需要公司购买这个服务 我只要买给他一个公众号 有客户来了 只要问这个大模型说 客户的车是什么牌子 车哪一年的 啥毛病 应该从哪里发现问题 可能大模型就源源不断地 给你很多建议 这样的一个服务 很多修车工愿意为他付费 所以你按这个去想想 大模型 你说百度会干个修车大模型吗 肯定不会干 三年也干不了 这是 这就是很多创业公司的机会 这就是有机会的 应该接手了 与这些